大家好,我是Amy 情人士就來到,所以今天會教大家做煙韌咖啡朱古力 材料就有這些 喜歡多濃的朱古力就隨你們喜歡 首先用熱水再熱忌廉 再加入咖啡粉攪勻 攪到咖啡粉溶解之後 就可以放了朱古力粒 攪拌直至朱古力溶化 然後就可以準備一個大約是 13x8cm的方形盒 再鋪上保鮮紙 如果一個盒越小 就可以做到越厚的朱古力 盡量拉直保鮮紙 不要讓它出面就紋 然後就可以倒入朱古力漿 之後就可以輕輕燉一燈 讓朱古力表面更平滑 放入冰箱冷藏兩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慢慢拿出朱古力 把朱古力反轉到另一面 再在原本的位置灑少少少朱古力粉 再把朱古力反到原本的位置 就可以防止切的時候黏住 然後用刀量好位置 就可以把朱古力切成長條狀 如果朱古力太黏的話 就可以用叉幫手 切好之後 就可以量度位置 把朱古力切成小小粒的方塊 切好後 就可以把朱古力放入朱古力粉裡面 讓朱古力可以黏到一層薄薄的朱古力粉 然後就可以用叉撈起 再輕輕拌一等走多餘的朱古力粉 除了方形之外 我們也可以把朱古力搓成一個圓形 然後輕輕拍上一層薄薄的朱古力粉 就可以用小石紙杯裝著 然後就可以用小石紙杯裝著 然後就可以用小石紙杯裝著 那我說這麼快 我們的煙韌咖啡朱古力就完成了 嗯!又快又簡單又好吃 那我切開給你們看看吧 可以看到呢 朱古力其實真的 好煙韌啊 口感好可愛 完全不像朱古力 如果送給人的話 就可以用盒子裝著 之後蓋上蓋上蝴蝶結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們也可以買一些 裡面有小格子的盒子 又或者用一些石紙杯 來裝著一些圓形的朱古力 這樣就不會滾來滾去啦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情人節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下條片會更加精彩 哈哈哈